- 城市之星的朋友大家好,我是小靖林,很高興來到荷蘭和大家見面。 來這段時間,剛好是農曆新年,先祝大家新年快樂,身體健康,最重要是恭喜發財。 香港藝人蕭政男,2月第一次來到荷蘭,在農曆新年期間登台演出。 那你覺得荷蘭是怎樣? 我覺得荷蘭是一個很浪漫的地方,因為沿著整個地方走,看到很多河,船仔, 船仔上面有些屋子,好像在油畫裡面才看到。 在香港大家都知道,城市森林,全部都是大棟大棟的房子,四十層五十層。 好小可,一邊看過去,全部都是三四層高的,很古色的房子。 我覺得是很美,而且在香港沒什麼機會可以看到。 其實我自己的歌當中,自己會比較喜歡接受我和關心而合春的特別名者。 這首歌是在那段時間,我覺得是做得最成功的歌。 也都在2004年,2005年左右,出了自己一首國語碟。 那時候,裡面有首歌叫做主題曲,也是自己受喜歡的歌。 那為何會很滿意呢?和關心而合作? 首先,當年是大家剛剛選完新人出來。 大家都是男女新人的,都很好成績。 那一年,大家在公司,就聊了給予合作,做一首歌。 那首歌,我們特地請了陶哲,去幫我們監製。 大家做好一首歌的時候,是非常愉快的。 還有,首歌之後,我們也拍了一部MV。 在那時候,網上下載來看,都可以說數一數二。 所以,我覺得難得可以做到這麼成功的歌出來。 所前後,還有,她的心不知名。 那你說一下,拍戲。 其實,自己有沒有想過是拍劇集,還是其他那樣的工作發展? 其實,以前就以唱歌為主。 那麼,近這一年,其實我剛剛就簽回TVB。 那現在在香港TVB,就拍了兩部電視劇。 那接下來,其實回香港之後,也會開始拍一部新的劇。 也是古裝的。 那在這一年,其實拍戲的機會很多。 還有,除了拍戲之外,也有很多嘗試。 譬如,香港現在就很流行跳拉丁舞。 那可能是因為跟內地那些舞動奇跡。 很多人看拉丁舞。 那所以呢,其實很多機會呢,我們除了去唱歌之外, 還要表演跳舞。 那,什麼都不懂的嘛。 其實,真的不懂的。 看人家跳得很漂亮。 男女,兩個女,一男一女,就跳得很漂亮。 但是自己看人家不懂。 那麼,沒辦法,公司要去跳的話,就學吧。 那其實有一次,那個show其實挺急的。 大概在一個星期之後,就要show的了。 那麼,其實Toto給了兩堂時間,我們呢,就跟了一個老師。 那麼,每堂其實只有兩個小時而已。 那麼,Toto學了四個小時之後,就學了一隻舞。 然後呢,就去到當日表演。 剛剛在香港播了的呢,那部就叫做, 東山屁股西關情。 那就是一部呢,文初的戲來的。 那麼,剛剛在手上完成了的一部戲呢,就叫做, 古靈偵探2。 那麼,跟郭俊安、郭善妮一起合作的。 那麼,接下來呢,就新年之後,回去拍的古裝片呢, 就是會跟,呃。 陳詩曼啦,鄭家榮啦,陳豪惠地合作的。 就是一部,嗯,都挺厲害的那部電視劇。 因為我聽說,是好像會, 首次去到韓國,同時一起播的。 那麼,所以,呃。 我盡量看到一些戲啦,盡量去學啦,盡量去看啦。 盡量去看啦,盡量去看啦。 盡量去看啦,盡量去看啦。 盡量去看啦。 盡量去看啦。 那你自己就拍皇帝的角色。 可不可以簡單說一下這個劇集是說什麼的? 這個劇集呢,其實是,呃。 我不知道, 呃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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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初是清梅竹,即是很好的姊妹 但後來其中一個做了皇后,另一個做了上宮 其實他們的位置都很高 他們當中有些親情,但也有些權力鬥爭 相信會蠻好看的 所以最近有時間的時候,我都盡量去看劇本 打算回到香港的時候,都要快點跟導演、監製聊天 看看角色怎樣做,自己換一個皇帝 跟陳豪的氣氛會比較多 不如說回你唱歌吧 其實我們的聽眾,這一年有什麼新歌可以由你唱出? 其實我自己都很希望 不過現在想再唱歌的心態就跟以前不同 以前就希望可以拿金曲,或者是唱片可以賣 但是到了這個年代,其實普遍我們香港的歌手 都已經接受了唱片不能賣這個事實 因為我都知道很多都是下載 可能有些導板 或者大家聽的MP3 所以就是 變成了不會做到歌手可以有什麼很大的成就 但我覺得可以做到一首歌出來是大家喜歡聽的 所以大家去到KanaoK會特意去唱的 那我覺得已經是一個成績了 所以在2009年,我不會希望一定要做到一首歌可以 但原來是,只要讓我做到一首歌是大家喜歡的 那其實已經很足夠了 OK,謝謝 謝謝,謝謝 謝謝